22号 全球最大的纯电动力集装箱船 中原海运绿水零一轮首航 并在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安全抵达阳山港 今后将每周一次固定往返于南京阳山航线 中原海运绿水零一轮 总长119.8米 行宽23.6米 相当于1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 利用船电分离模式 船舶可根据航程的需要 灵活配置20英尺标准集装箱大小的电池箱 有效解决了传统电动集装箱船 充电时间长 装载量低 续航里程短等问题 每一个电池箱1600度电 6个相似电源 一轴电供我们这个船舶动力和这个人用电 24个相似电源可以保障了 以上一下消耗电费的话 8万左右 烧篮油的15斤油左右 作为目前长江黄金水道上最大的纯电动力集装箱船 每行驶100海里 可节约燃油3900公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.4吨 节约能耗费用约3.35万元 3.35万元